上集说到我们接近下午4点钟才离开西雅图 所以预计开到下一个景点Canon Beach是下午7点半 这里我们没有预想到当地天黑的这么早 所以大家东令时去西雅图伯特兰一定要预计到这个问题 晚上开车不仅没办法看到路上的景色 而且在森林里开车还有撞到小动物的危险 现在是早上6点55分 这个是日出前的Canon Beach 早上7点08分的Canon Beach 这条海岸线是西海岸 那边已经露出阳光了 天也渐渐亮了 7点21 就是我们订的酒店 然后的名字叫The Wayside Inn 酒店走到这个Canon Beach 这个景点2分钟 Canon Beach被评为世界上最美的100个地方之一 在不同的时节它有着不同的美 这个最有名的Haystack Rock 又称草舵岩 是远古时期火山喷发的岩浆 遇到太平洋冰冷海水后冷却的火山玄武岩 它是世界第三大近海滩独立巨石 是太平洋边一道独立的风景 我的镜头实在没有办法描写出 站在海滩上身临其境的美 还有海滩边上树木的形状 也是独树一致 离开Canon Beach 我们接下来要去的是Cape Lookout State Park 这里不得不提到美国的101公路 它贯穿整个西海岸的华盛顿州 俄罗冈州 以至加利福尼亚州 这段101公路每隔一段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观景台 每隔观景台的风景 真的是太美了 101公路从1926年投入挂牌 全长1519英里 整条公路于5号州际公路大致平行 在5号公路通车之前 101曾是美国西海岸最重要的南北公路 现如今101已经不再繁忙 更多的是以观景公路的形式存在 几乎已经看不见大型货车从这条公路上驶过 强烈安利给喜欢自驾的朋友们 路上有很多停车带可以随时停下 欣赏沿路的风景 驾车一小时我们便到了第二个景点 Cape Local State Park 这个周立公园有观海的沙滩 有共远足徒铺的小道 还可以在里面露营 公园里树木成林 有种坐山观海的感觉 还有我非常喜欢他的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去的时候没有其他人 因为 autor的及格地是广场 广场消灭地奥 华和江上 sağ层的温暖 超级天穿 小苗 阿瑞 这个State Park绝对会出现在我们下次来的List上 接下来我们要前往的是Devil's Punchbowl 顾名思义是比喻成魔鬼的酒杯 还是走101公路开车一个小时左右 沿途会经过一些小城镇 饿了或者累了都可以停下稍作调整 想看风景沿途的美景也会随时恭候你 所以自驾101公路也是一种悠闲的享受 Devil's Punchbowl也是一个州立公园 除了观看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魔鬼酒杯之外 这里也是观看鲸鱼潜水等海岸活动的聚集地 与之前平静的海岸沙滩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里可以观赏到大块的岩石 听见海浪不断拍打岩石的声音 Devil's Punchbowl有一部分是与太平洋连接 海浪会灌入到这个洞穴当中 从而形成壮观的漩涡和泡沫 就像魔鬼在晃动它的酒杯 据说它原来是两个海中洞穴 后来洞越来越大导致洞顶坍塌 从而形成了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恶魔酒杯 以及它独特的观赏景致 第四个海滩我们要去的是Dorswell 中文叫做雷神之井 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地狱之门 还是老规矩开101公路大概50分钟 虽然路线很简单 但是101公路七扭八弯的非常讲究驾驶技术 所以新手司机千万不要轻易尝试 要看到雷神之井需要走一段 Z字形的下坡小道 穿过充满松针气息的小树林 眼前立刻变得豁然开朗 可以在观景台上欣赏海浪波涛汹涌的气势 也可以走下去和它来个近距离的接触 越接近海浪地势就尤为险峻 所以不建议老人孩子下到下面的海滩 这里的海浪在你没有准备的时候就会寄起几米高 这里的海浪在你没有准备的时候就会寄起几米高 真的可以用惊涛海浪来形容的 它的气势磅礴绝对是一个让你难忘的海滩 我一定要蹲下来哦 不蹲下来我会被吹倒的 天色已晚我们最后去车半小时来到佛罗伦斯小镇 这个海滩位于Hertzata Head Lighthouse 灯塔位于山坡上 需要徒步一大段路才能到达 这次带着太小的娃娃 架上大家一天都累了 所以这次灯塔就放弃观看了 今天去的几个海滩都无需门票 驾驶路线简单又各具特色 推荐给有机会来北西海岸游玩的你们 就是这一家waterfront小餐馆 这家小餐馆是比较小的 停车位有限 所以说你们的车子除了停在里面的话 就是plaza里面的话 或者是可以停在马路边上 外面是有桥 有河 如果觉得不是很冷的话可以坐在外面 今天到的是这个佛罗伦萨小镇的waterfront 这家餐馆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家餐馆 这家餐馆虽然不大 但是来的人还挺多 他三点钟开门就有预约的在外面等 这家小小的餐馆就在河旁边 很温馨的一家餐馆 窗外有一座桥 我们点了一个老美的海鲜汤 还点了一个榨生 我已经蘸了它的一个sauce了 这个榨生蚝的肉很嫩很新鲜 生蚝的汁水很新鲜 然后我先尝一下它的外焦的海鲜汤 它的奶油味很浓郁 所以尝得出来它的海鲜的鲜味 加上它土豆啊 有一些蔬菜 在里面一条和在里面 好好吃 这家店的性价比真的很好 你看我后面全部坐满了 另外一边全部坐满了 就知道当地人 而且都是当地的美国人 当地人真的很受欢迎的养点 好了我们点的海色沙拉和这个海鲜意面已经到了 我先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海鲜意面 和西色沙拉 西色沙拉就是生菜面包和起司会主要一样 它放了比较重的醋 所以在主餐前处的话还是很开胃的 海鲜意面 海鲜意面里面有大虾 奶油和虾的鲜甜结合在一起 因为这个虾要够精鲜才可以吃得出它的鲜甜 然后我再吃一下这个青口 青口也是非常的新鲜 一点都不新鲜 最后吃一下面 面做的很棒 它这个味道特别融通 奶油味特别重 一口下去很满 怪不得当地人都喜欢过来吃 我们三个大人两个小孩的 是小费钱 小费钱是八十多块钱 结束了在俄罗冈州观海的一天 我们便驱车一小时在旁边移进这个小城镇稍作休息 最后一集俄罗冈之旅会带大家看山看瀑布 让我们下集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